本節目內容只代表個別嘉賓及主持個人意見 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歡迎大家來到阿凡達人 連續幾集都沒有了我們最感性的主持 今集終於回來了 我覺得很變態強勁給了這個名字 什麼時候開始 不知道,你很無聊 其實有些挺眾說過 我是比較多爛戒的,我是承認的 所以我在頭兩集都非常檢點自己沒有爛戒 我仍然是秉承著今集希望沒有爛戒 但因為最感性的主持回來 我是會很難說印得住 因為我只是看腳,難不難夾 其實你說我激發你的難夾細胞 不是,最令人有時你自己都難夾一下 馬上會負 不要廢話,我們先介紹今天集的嘉賓 Aster 對,我們冰城上個星期的Part1 我們是Part2也是Aster 重頭戲了 上一集我講了很多 今集大部分時間會交給Aster 我可以為大家有個預告 就是大家肯定接下來這兩集 會非常非常之滿座而歸 因為我們見到Aster 我非常之敬佩她 有本自己做的筆記是充滿資料 剛才我們開麥克風之前她都很興奮 很多很多資料跟大家分享 所以我們今天聖無二代 大家好,先打個招呼 我已經立即想說話了 太多了爆 原先要Custin和Peter的邀請 應邀,我是想講她的紀錄 但我發現Facebook有一位人兄 是很有心地把他們的Encounter紀錄 全部翻譯到中文 所以我沒有什麼需要 我們再講一次 大家上去的網上已經看到了 而且她也相當有品 因為她將英文、中文逐句來譯 好了,我們今天講什麼好呢? 其實如果大家聽眾有興趣的時候 隨時可以Facebook 就可以搜查這個組群的名稱 我曾經在很多集前 我記得我有稱讚過這位人兄 因為這位人兄相當有心 我跟他聊天 他說是一位學生 而一個學生 他善用了自己的時間 去做一些翻譯工作 然後益了大眾 我覺得這非常值得欣勁 這非常好 因為通常我們所知 這一類的翻譯平台 都是台灣人去做 這位是香港人 厲害,學生 而且他很好 因為他的原文是德文 你知道德文譯英文 其實已經很多東西沒有了 始終因為語言的問題 然後他又再英文譯中文 又會有很多東西歪了 所以他為什麼是中英對照 變成我們懂英文的 就可以看看他有沒有譯錯 但他譯得都非常準 好,我們大家只需要在Facebook 這個組群的名稱叫做 Billy Meyer 中文翻譯報告 你就可以找到 所以今天我們說什麼呢 我就做了很多資料搜集 因為不能夠交行貨 而我覺得很有趣 因為我手上有兩隻碟 那就是阿Moon給我 那我看完之後 我就覺得這一集 真的要說一件這樣的東西 因為他講了很多 其實是那些叫Paraon 我們用中文叫做皮瓦人 阿Moon教我 他叫皮瓦人 大家都比較容易讀 怎麼算呢 那個字 皮瓦人我記得 Para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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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aon也不太容易讀 其實是七子每星人來的 如果是陰譯的 就譯成皮瓦人 沒有死的了 所以我們接著就會叫他做皮瓦人 OK 好了 我前半節 我就會講一講一些比較 資料性的東西 就是這些皮瓦人 他有什麼特徵 他們告訴我們 我們在地球上發生過什麼事 然後呢 中場或者是下半集 我知道要講多久 我都不知道要講多久 因為太多資料 因為他講了很多篇幅 是關於這個輪迴的 輪迴的體系 當然輪迴的體系 關於我們什麼事 那就是關事的 亦都講到宗教 我們盡量小心去講 而尾方面 我想多講一些 到底這些皮瓦人 他想給我們什麼忠告 以及我們接下來 是怎樣去活動 我們的人生 挺好的 真的跟我們生活很貼近 對 因為很多時候 無論是講陰謀論 或者我們講神秘學 難免會飄上半空 是的 然後我發現 那些皮瓦人 給我們很多的建議 是非常之有用 而是有很多是我們自己可以用的 因為最重要的轉化 就不是由那些政客 由那些大機構 是由我們自己入面開始轉化的 是 而有很多我自己看完之後 我都發覺 哎呀 哇 好東西來的 都賺光了 即是說不只是那些 記住大家的身體本來是光 大家對愛的聯繫 即不是說這些廢話 很相反地 他們直接說 沒有 沒有第三眼 沒有4D 沒有Light Body 什麼都沒有 沒有Condalini 我待會再講多一點 好嗎 那我們開始吧 可能是七姐妹星人裡面 那個光與我 我記得他們那些討文裡面 都是有用度的 不過他不會這麼 專程說這兩樣東西 他們很有趣的 他們那個靈性 那個spiritual spirituality 是很實際的 嗯 比如說舉個例子 他們是不信affirmation的 不信這個肯定句 是的 什麼叫affirmation呢 Peter可以講講 affirmation其實是一些 正面思考的肯定句 譬如說 舉例子 我以前自己曾經試過 很嚴重的皮膚病 那時候有些人就教我 你只要做一些 affirmation 那些肯定句 就看著鏡子說 我是一個很完美 很漂亮的一個人來的 I'm a beautiful and perfect being 當然那時候我 努力地試過這些肯定句 發覺是沒有療效的 對我來說 原來這些皮瓦人 他也是不贊同affirmation的 affirmation是什麼話 肯定句 很可愛 他們是不贊成的 他們也很多 他們是不信神的 對不起 不是不信神 因為一定是有創造主的 他們的神概念 不像我們一樣 我們稍後慢慢再說 嘩 很興奮 因為已經覺得很適合河車 對 我們又再講一點 Billy Meyer的背景 講多一點 其實他真的很勁抽 原來最新的號碼 原來他是被刺殺過 嘗試被人謀殺 21次 都死不去 都死不去 所以我想好像 Billy Meyer 或者David Ike 那些應該肯定 是有些 high being high self 有些靈體 是保護他們的 未受保護 如果不是 David Ike說 我有少少保留 我也是 因為有時候 我覺得他講的 實在可能是太爆 而爆得來 我又覺得 好像秘密政府 如果他爆得這麼誇張 又沒有理由不搞他的 是的 他都爆得很厲害 那些事情 依然好像相安無事 那再加上 之前他一天說過 就是講得最多 適逆人的資料外來源 來源是來於他 那但是依然適逆人的 這個叫做 有的實質證據 好像都是很虛的 那變了有時候 他講的那些事情 我就會覺得 看起來這麼多年的歷史 好像他又好像沒有什麼大礙 依然政府又有去講 那樣 所以我有時候 對他的事情 有少少保留 過了這麼多年之後 其實講適逆人 另外一個 Dr.John Mack 都死了 John Mack 那些資料 上次Moon Fong 也有少少說 但anyway 不要說差了 那我們又講 這個皮瓦人 OK 那好啦 其實他們來我們地球 找了Billy Meyer 做什麼呢 其實最主要 其實他不是 我們知道Billy Meyer 最出名的是什麼呢 就是他那1200張的相片 他那1200張的相片 就連Steven Spielberg 即史蒂芬 史蒂芬 史蒂芬 你怎麼可以拍到這麼近 拍到這麼細節 除非是假的 但事實上 全世界各地 都沒有人可以證明到 他的相片是假的 當年的相片 荷里活就有人請他過去 就說 如果Billy Meyer 願意將他那些 做的技術 可以傳授給 荷里活的人 或者幫忙拍戲呢 是願意出到 10萬至30萬美金呢 是給他過來 去傳授這些技術 或者幫助拍電影的 但是依然 都是Billy Meyer 不為所動 就覺得 依然堅持是 他的想者的真 不是一些荷里活式的特技 荷里活的手都很低 應該出高支架 他還不夠高的 很高的 他在說七幾年 30萬美金 30萬美金 是200幾萬 這樣算多 是一個天價 當年來說算是 而這個也是 為什麼Billy Meyer 會選擇他 作為一個 他們的contactee 就是因為他是 不為名利所動 而且他也不怕死 剛才我問過一個問題 Play Aaron的串法 他這個英文字串出來的 就是P-L-E-J-A-R-E-N Play Aaron Play Aaron 即是七姊妹星人 是的 而其實這些皮雅人 他們來 當然他們是我們外星的 弟兄姊妹 兄弟姊妹 而有些宗教康 要小心一點 弟兄姊妹就不這樣解釋了 有些宗教康 回來了 然後其實他們來 主要是教我們 是接下來的七八年 即是我們人類之後的七八年 我們是要怎樣生活 以及怎樣把地球搞正 七百年 七零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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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接下來的七八年 不是七年八年 是七百年 我知道 但會不會有很多人說 為什麼是七百年 是不是他教完七百年 不教 還是否認識到七百年之後 都玩完 所以 或者我們七百年之後 其實我們是要移民去外太空 變得很多人都很心急 知道這個問題 他沒有說清楚 為什麼 可能有機會七百年之後 我們已經是非常成熟的一個星球 其實我們是要升到一個靈性的星球 所以他們是來教我們 還有他們為什麼有資格教呢 就是原來他們是可以超越這個宇宙的發規 即是他們有能力是這樣做的 所以他們可以接觸我們 但他們也不想嚇到我們 所以他們只是聯合這個Billy Meyer 什麼叫超越宇宙的發規呢 哪方面 因為其實宇宙有些發規 例如外星人 他們是不能夠在我們面前顯現的 因為這樣會嚇死我們 還有他們不能夠干擾我們任何生活 其實我們的地球 我們一定是自負盈規 即是我們自己搞定我們自己的東西 但因為現在已經太多外星人來了 太多人在這裡住 其實根本是監管不到的 但他們不同 他們有一個很超然的位置 他們可以下來教我們 嗯 其中一個關係就是 因為七子妹星人和地球的DNA 是有一個血緣的關係在這裡 所以他們是賦予 和我們特別是close一些 和特別是關照我們 稍後有些資料又要講一下DNA 是非常之過癮的 我們DNA原來是被人下了東西的 所以有些很特別的事情發生 而我們最重要的就是 他很想教我們 就是怎樣去看宗教 怎樣去看我們世俗 怎樣去看一些人口過剩 戰爭、恐怖活動 這些問題是怎樣去解決的 污染等等 我們不如說說 由開始由ABC講起 而平亞人其實最想我們知道 其實我們很多時候 我們人類是靠一個信念去生活的 我們很多人是不懂得分 什麼叫believe 什麼叫knowledge 比如說宗教 很明顯你知道 他是believe還是knowledge 是一個believe 而真正的knowledge 很多時候我們是不知道的 例如是對於神的概念 或者對宗教的概念 其實很多時候是很混亂的 這個已經是靈芝 已經是靈芝 很有趣 所以我在做這個節目的搜集的時候 很多的資料是來我身上 無論是靈芝 因為我一直在想 譬如我們New Age講的 光與愛 然後靈芝講的世界觀 有很多很多是不謀而合的 是可以用來講的 是啊 所以有時候很彎處就是說 如果你看到某些東西 是不謀而合的 很多不同的範疇 那一刻呢 理應那件事是相對 比較實在、真實一點的 如果有一些 他們說的話是有互相抵觸的 反而可以值得思考一下 到底這個項目是否可以再想一個 再深層一些 或者再看闊一些 會否有些事情再互相引證 Kinson 講的這個項目是非常好的 這個也是皮瓦人很想我們做到的事情 就是我們很多時候把事實 以及一些推測的事情 我們都分不了 其實在花冉那麼久 我是因為花冉 所以經常在Facebook流連 然後在Facebook流連一多 就發現 真的很多東西學的 原來這個世界的新聞可以做假做到 那些被訪問的人全部都是假的 你們有沒有看過那段 有有有 變成我們一個小市民 其實是很難去決定 什麼是推測 什麼是事實 什麼是真相 因為事實和真相 也都有一個距離 是 而believe 一個信仰 或者一個信念 而同一個knowledge 也都有一個差距 現在我們進入一個年代 就是我們要曉得分 知識 knowledge 是令我們可以解放的 而最重要當然是信仰 如果我們每一次收到一些資料 無論是在Facebook 在報紙 甚至乎是Billy Meyer 或者是Michael Hahn 他說的 他說我們需要問三個問題 第一 就是 這件事是不是真的 是 第二個問題就是 關我什麼事 我可以做些什麼呢 例如香港現在最大的話題是什麼 其中一件事 就是那個罷工的事 是 那這些也是我們要知道的事情 到底是否真的呢 那些人吵什麼呢 那是否勞資方面 誰對誰不對呢 好了 當我們找到那個真相之後 那輪到第二個問題就是 那我關我什麼事呢 我又可以做些什麼呢 是 然後第三個問題就是 那關我們什麼事呢 我們作為一個香港市民 可以做些什麼呢 嗯 你剛剛講的那三個問題 也都是包括了為什麼我們經常說 什麼叫提升意識啊 什麼叫你有意識地做人 其實剛才你的三點已經是一個大的概括 就是你將一些可能不關你的事 或者一些更加遠大的社會事件 去看成了自己是成為一份子 或者我是怎樣可以有意識地參與 和改善那個狀況 就是這樣了 所以當我們去買了一本書 或者我們收到任何的資料 我們都要問一下 就是到底這本書 其實那個問題不是我們信不信它 而是有很多時候的資料來到我們身邊 不是叫我們去信那個資料 而是只是叫我們去把那個注意力 放在那裡 就是draw我們的attention 有什麼事情發生了 我們開始看 但很多時候我們收到的資料 就是很快去信了 或者很快去排斥了 根本是沒有想過事情 這很重要 因為剛才你說 究竟是不是真的 因為我第一個反應 就是在想 會不會有些人跌入一個迷思 就是什麼都不信 但其實我在想這句說話 其實是雙向的 因為這句說話 也可以影響到一些 慣性地 什麼都不信的人 是 他們都應該想 其實是否有些事情可能是真的 所以其實我覺得這句說話 那個真理是雙向走的 我有一次聽過 不知道哪個主持說 是你們呢 還是賀瑟 還是誰呢 講一個point很好的 他說但凡有件事出來 全世界都堆壞他 全世界都說他不對 那你拜託看一看 是不是真的不對 所以我們要去建立這個思維 就是說 我們要去找個真相 還有當一個人說真相的時候 到底有什麼證據呢 證據這件事重要 那好了 那講到呢 有什麼話想說 尤其是 剛才你說工人罷工那裏 其實我看到不同的新聞 他又剪不同的時間 和把人的焦點去哪裏 整件事是很不同的 譬如我看TVB 他是把白雅工那樣東西是很妖魔化的 是 但接著他看Now有線的時候 他又會相對上幫工人少少 講一些工人的辛酸在哪裏 那整件事就是很取決於 其實當時你願意接受哪個媒體 和你會怎麼想 很容易就令到你已經是 一定會落去其他一邊的那個陣營那裏 其實你說到這個 落去其他一邊的陣營 就是我們說take side 這個習慣我發覺 我是近期才叫做改了的 就是上了ISAC的堂一輪之後 發覺真的發覺 原來以前那種慣性的思考模式 你任何東西一定 不是站這邊一定要站那邊的 原來這樣是最蠢的 因為原來這樣的時候 我們會將我們的潛意識 收集資訊那個門關掉 因為我覺得我一定要站在這邊 我要堅守這個看法 這個view point 但如果我們養成一個習慣 就是說如果一件事 譬如一個社會事件出來 通常有兩個聲音的 我們試一下習慣 兩邊都不站 我們就自然 我們會開啓這個門路 讓我們吸收更加多 另一些多角度的訊息回來 那就會令到我們更加可以了解 一件事的來龍去脈 和真相是甚麼 嗯嗯 但我有這個問題引申到 就是說 是不是堅守著 就是無論如何 兩邊都不站 還是在一個兩邊都不站 的情況下 收集了所有資料先 然後才選擇一邊來站 我贊成就是說 應該說不是即時 第一時間跳下去站一邊 真的要兩邊抽離了 因為我們是慣性的 人就說 不是這邊站在那邊的 我們試一下第一時間 不要本能反應是這樣 之後你再有足夠的證據 有所有你需要知道的資訊 你再站在那邊都不像 Peter說得非常好 Question也是 其實那些皮瓦人 他就講了一個point 其實我後面會講 既然在講我就再講 因為我們人類是說 習慣性地去說謊 去保護自己 我們從小到大都會把我們的感覺去掩飾 還有很多時候是 有些事發生了 然後我們就有一堆經驗 然後就有很多很多的固定信念 就是覺得黑白 敢不敢 蘋果就是橙 不是這樣 我們有很多這些東西 變成我們一吸收的資料 我們就已經將它分檔分案 分了一個profile 到底是什麼 其實我們是未夠資料的 所以他就教我們 我們一定要有夠資料 當然有時候是你很難說 看完國際新聞 看完明珠台 看完明珠台 看完這個報紙 看完整件事 但事實上你真的要這樣做 我就想到另一點 就是說 我們譬如學一些新紀元 靈性資訊的人 經常都說 當你去問一個問題 向宇宙問一個問題的時候 你會發覺 宇宙可能用一些不同的途徑 很神秘地 很妙 很神妙地回答你 可能你突然走過書 捐了一本書 又或者可能有個朋友 跟你會講某個課題 或者你遇到某個老師 非常之對 就是這樣 而問題就是說 所以我們要關心 不要即時站在任何一邊 而我們的信念就是 我要再收集多些資訊 當我們有這個信念 自然的宇宙就會安排 我們需要知道的資訊 其實從這個靈知的角度去看 我們裏面是有Christ 是有一個意識 Christ其實不是一個人 是一個意識 我們裏面的意識 是會告訴我們 我們在聽的東西 是真相還是不是真相 如果我們真的相信 你有時候很有趣的 你會聽一些東西 有些東西你聽了 你會覺得 為什麼這麼不舒服呢 甚至乎你會睡覺 甚至乎你裏面覺得 很想走 想走開 去廁所你不想聽 但有些東西你聽了 你會覺得裏面有共鳴的 例如我們以前看雲圖 看的時候很多人說 哇裏面是 那些能力在那裡滾動 你會穿光 穿光的 就是那樣東西 所以是相信自己 我老婆經常說 我叫Inner-knowing Inner-knowing 你很多東西 你不知道為什麼自己知道 也沒有學過 但有時候那些東西是心兵荒 有時候覺得 雖然人家全部都覺得不對 但你總是覺得 好像這個位置 應該是這樣 所以有時候就看看 你自己到底是用老的意識去想 還是相信自己的感覺 但有時候都要很小心地分開 哪些是感覺 哪些是自己的老想 我們先講一些有趣的東西 過癮的東西 好 這個皮亞人 他講 其實原來在我們的宇宙 他有很多個宇宙 其實已經形成了一個宇宙 是說不知道十億個 已經是很成熟 很老很老的宇宙 其實你不用研究那麼多東西 你只研究我們自己身處的宇宙 就可以了 而我們身處的宇宙 是只是說人種 是有四千萬零三十五萬三千六百零七種 是這麼精準的數字 而說到膚色 我們地球有幾種膚色 我突然想到 如果讀宇宙百科全書 應該那個圖書館 一個星球製不完的 是啊 基本上地球的膚色我們說是五大類 是啊 原來他說在我們的宇宙 存在的膚色是有343類的 所以其實我們只不過是這四千多萬個人種 343種膚色的其中一種 還有我們其實在整個宇宙的發展來說 是BB班的BB班 阿米裡面也曾經提及過 有雨神對話也提及過 我們那個文明到底發展到什麼 發展到哪裡 我們好像覺得自己 我們已經差不多到一個中間的位置 但原來去到相比宇宙來說 我們真的是BB班的BB班 還有我們那種好勇鬥狠 那種自我毀滅的那種機制 他只會有說原來有得解 是 他說這個關於宇宙的資料 令我想起陳功庫教授 為什麼這樣說 你記得陳功庫有一次 他說外星人 他說其實地球 就算離過地球 外星人也有很多種 這裡他不是說有四千多萬種 四千萬零三十多萬種 然後接著就有三百多個顏色 還有是有不同的高度 不同的重量 尺寸 還有是有不同的進化 有些已經是半物質半靈體 它可以是物質 它又可以變成靈體 以我們的想像 可能是透明 還有他們是很久很久以前 已經是在宇宙那裡 還有有些有趣的事情 就是他說 其實在地球的很早期 是來了五千萬個這些ET 而他們來了之後 就變成了我們的祖先 我想我們地球有很多不同的祖先 有不同的星系 而他說輪迴 這裡開始講一點點輪迴 接著回答的再講輪迴 他說原來在地球那裡 的輪迴系統是這樣的 不同的星球是這樣的 我不是說1906年曾經有大概四千個外星人 就是那個飛碟爛爛了 就是在蘇聯附近降落的 就是撞了 那四千個外星人 基本上是走不掉的 那那個靈又怎樣呢 就是你既然來了 你又走不掉 那你就要在那裡生在那裡死 那你的靈不可以 原來是這樣 你的靈死了 那些外星人都會死 它死了之後 那個靈不可以回到原來的星球 為什麼呢 根據宇宙法則是這樣的 他們是要在我們的星球上 繼續去輪迴的 這個我也曾經聽過 但我就在想 如果骨灰帶回來 是不是有 我這個不是爛機來的 所謂帶回來骨灰 是不是又可以離開呢 還是最重要是斷氣那一刻在哪裡死 他們其實是很無奈地 因為他們那隻船撞爛了 但是又不知道為什麼 它是沒有一個通訊系統 即是不可以打長路電話回去 你自己的星球去找飛船來參加它 是 但以它的資料來說 其實它這班外星人都願意留下 它就說 sign up for reincarnation的contract 那我簽紙了 那我以後就留下在這裏生存 是 這部分我覺得大家可以 我們比對不同的學說 去自己想想 譬如有些學說 就會說 靈魂那個投胎的過程 是很自由的 所以就說 可能你上幾輩 你曾經在某個星系裡生存過 然後你再投胎去地球 再之前或者之後 你又會去不同的星系 又有這種說法 但剛才你這個說法就是 你如果在這裏死的時候 你就要留在這裏玩 但我們現在講的所有資料 請大家聽眾在聽的 不要盡信 因為我們剛剛開始先講了 我們講的東西 你是要自己去尋求真相 第一個問題要問自己 究竟什麼是真的 是不是真的 因為如果大家聽到這個網台多的話 你會知道 有一個叫唐望的人 他講的那一套 又跟其他那一套不同 跟靈極限也有靈極限那一套 不同的體系有不同的 我想兩位主持都會 都會想在這些不同的體系裡 找一些相同的地方 或者一些conflict的地方 有什麼矛盾點 大家要自己去想一下 他另外講到一件事 其實宇宙有很多電 大家很擔心沒有電 沒有能源之餘 因為石油用了七七八八 之餘其實宇宙有很多電 我們可以透過我們自己的自身去拿 只不過問題就是 第一我們不知道怎樣拿 第二就是 拿到的話 會對我們的地球 和對我們自己 會有更加多的傷害 還是更加少的傷害 我們就沒有那個技術支援 所以他就不贊成我們 我們要自己想怎樣做 當然你可以在這個 在一個不污染的情況下 拿到一個星球 或者你那個星系的能源 是其中一個 就是那時候美國 我忘記了他是不是 烤西 就是拿來形容 但是科學家 是拿來形容 那些星球的文明發展在哪裡 那最初期的那些 就是他們利用那個星球的那些物質的資源 就是好像我們現在用的一些石化 然後怎樣引伸去到 拿這個星球的一些環保能源 是不需要有物質的 比如說風能或者太陽能 再引伸去到 你拿這個星球以外的能源 然後再跳相急 就是拿這個星系的能源 那它代表這個文明是發展到哪裡 那我那時候記得看 Billy Mark 類似都是有說過 這些不同的 就是不同星球的科技文明進化 以至的靈性進化 也都在這個 在這個拿能源的各方面 是非常正比的上 好了 那接下來它就說到 是這個 由這個 reincarnation 我忘了 是這個投胎 輪迴 它就說到我們原序的東西 開始說一些關於DNA 它就說 其實我們是身處一個 非常非常完美的宇宙 而我們的運作 宇宙的運作 也是很完美的 基本上我們不用擔心任何東西 好了 他說到輪迴 他說到我們 基本上人是不會死的 就是我們的靈魂是不滅的 而我們那個來源 他講到DNA 這東西非常有趣 其實人為什麼會老化呢 其實在我們的DNA 他講到原序 又講DNA講到原序 其實它的原序哪裡來呢 它的原序其實是來自 我們的天狼星 天狼星的一些叫神 其實都很像我們講的空中掌權者 因為神其實是什麼 G-O-D 天狼星的狼其實是D-O-G 如果你把D-O-G 調轉 就是G-O-D 還有如果你把Evil的字 調轉 就是Live 其實東西調轉了 你就知道源頭到哪裡來 而天狼星 我昨天就特地打電話給Moon 去問功課 他說原來很有趣的 我們人類的DNA 天狼星不一定是奸 原來天狼星是有分AB的 就是它有兩個Planet 還有那個星是很大的 是的 他說有一個Planet 一個A還是B 就是中的 有一邊是奸 而我們人類據說 我們的父系那邊 就應該是天狼星那邊 就是海豚來的 而母系那邊 就是猴子來的 我們的DNA 是兩樣東西加起來的 所以大家會發現 我們的身形是像猴子的 嗯 但是我們的皮膚呢 就像海豚的 是 我們的水分是像海豚的 是的 而我們也是唯一一種的生物呢 是那種狀態這麼特別的 就是我們七成是水來的 是的 但是我們同時也是一個暴雨類 就是像猴子的 那所以在人來說 在地球是一個非常之 一個特別的物種來的 我們是很特別的 而它也都加上一件事 原罪這件事 其實它們是滲給我們的 根本是人是沒有原罪這件事 嗯 還有很有趣的 它就說 我們的DNA裡面 其實是有一個 有一個元素 是令到我們近一百歲左右就死 是的 那它說的源頭是怎樣呢 就是 其實 我們創造的源頭 創造我們那個 所謂的父母 是不想我們太長命的 是的 是的 因為其實我們的腦 是跟他們的腦構造的 如果我們的條命夠長的話 其實我們是非常之有機會 是超越他們的 噢 所以它就叫我們 這些皮瓦人 就叫我們 不妨去研究一下自己的DNA 是 因為我們的DNA 是有很精密的設計 以及是非常之美麗的一件事 嗯 除了它將我們年齡 即是說 如果我們將那個 令我們只有一百歲左右 就要死的 那個基因拿走 拿走了 我們都會有機會 可能二百歲 三百歲 或者九百多歲 這一部分呢 我又要講一下 少少電影 我們講這個普羅米收銷的電影裡面 都是講 創造地球的創造者 對地球人不是那種 完全壞這個無條件的外 那種心態創造出來 所以你說這個 一百歲就會死 那個基因 埋藏了DNA裡面 就即時令我想起這套電影 是 再加上它這樣做 也是它的原罪來的 因為它只是一個 非常之妒忌 或者有小心眼 而令到我們那麼短受的 小家種 是的 我們在聖經裡面 就說以前的人 是一千歲 幾百歲 我亦都說過 外星人說我們 其實是可以很長手的 但因為我們的食物 我們的壓力 我們的污染 是令到我們的壽命 是得意 那麼短 另一方面 我亦都在想 會不會有好事 因為我們的生活 其實相對上 比起外星人 我們比較苦 我們如果頂得百歲 其實某個程度上 可能叫做 解脫 是的解脫 如果你在一個這樣的地方 成千歲 都未必是一個好事 另一方面 就是解通了 就是為什麼我們的腦 就是經常說 我們這麼精密 可以是這麼厲害 就算一個很厲害的科學家 頂多用了10% 但是為什麼我們有九成是沒有發展呢 原來可能其實我們經過長年 如果是有千歲 是可以發展到 可能超過一半以上 是的 有趣的事情 有趣的事情 就是最近我看了 David Ike的出版 叫做《They Live》 他是《They Live》 連一個 presentation 原來David Ike 他就說 我們腦部的構造 完全是跟我們的祖先 就是這個《Reptilian》 而裡面是 in store了那個恐懼 還有我們是很害怕沒有食物 不過這樣會差到很遠 因為我們那些祖先 其實他們很害怕什麼呢 就是怕第一 我們知道他是誰 第二就是我們揭穿他 因為如果我們揭穿他的話 食物鏈就會有問題 因為我們是他們的食物 還有加上一件事 在基因上 原來我們有一件事是加了下去的 就是耗勇鬥痕的基因 這個我差一點 就是聽眾想問 我們是蜥蜴人的食糧 到底是說我們的恐懼 是他們的精神食糧 還是我們的肉體是他們的食糧 肉體 所以會不會有時候 在我講 有些陰謀論說 其實在世界各地 美國這樣 每年突然消失的人口 差不多是一萬人 是之後找不到屍體 也找不到任何動機去誤見了 我經常有說 那些人口 可能有一部分 就是被外星人捉了 又或者是食物 這部分我就傾向會很有保留 因為我覺得 如果你要食人的時候 不是說食人不可以 但如果是這樣的時候 不見的人數應該要多很多 還有我們經常聽到另外一個說法 我覺得聽下去 比較對我來講 可疊性高一點 不知道大家聽會怎樣 首先我們就 當作有食人 但是另外一個學說就說 食人是我們 製造地球人出來 就想像Custon所說 就是去吃我們 吸我們的負面能量 負面的情緒 就變成作為一個精神的能量 而帶到另一種的傳說 一些mythology 就是吸的殭屍 就說vampires 吸的殭屍 其實是隱喻著這一類的蜥蜴人 就是吸那個所謂的血 就是我們那個精神能量 而主要就是來自我們的恐懼那裡 如果新人下去 人狼又代表天狼星那些 有可能的 所以他說 我們耗勇鬥痕的基因 是在我們的DNA裡有的 而且是增加的 即是說它隨著年月日 是越來越過份 越來越增加 如果你看我們現在的世界 就很明顯 人類的那種耗勇鬥痕 他說的key 都是我們要了解 我們自己的DNA的構造 因為很多東西可以變成 我想知道 如果是這樣說 其實是創造我們出來的一些創造者 其實已經將這些隨著年月日 會增加恐懼的遊戲 放在我們裡面的時候 我們所說的所有的靈修 或者修為有沒有用呢 即是說我們要很努力去對抗 我們本身DNA裡面有的一個傾向 有沒有可能改到 這個我們可以待會休息回來講 你問的問題非常之好 我們要打的那場仗 其實不是在外面打的 第一場要打的仗 就是跟自己打 好 我們第二節回來再講 休息回來 Aster繼續跟我們講 關於Billy Meyer帶來的正資訊 我們由剛才的輪迴 一直到討論DNA 我現在開始講一點關於靈性方面 根據平亞人所說 其實他們很有趣的 他們不僅不相信Affirmation 也不相信有Ascension 即提升 他又不相信有什麼4D 有什麼light bodies 沒有神 沒有天使 沒有聖人 沒有聖人 沒有這些什麼 Ascension Master 怎麼譯好 那些叫揚聲大師 他們這些人譯做 沒有揚聲大師 甚至乎 是沒有這個Condalini 沒有這個 生命力 不知道怎麼譯好 Condalini Condalini就是不知道怎麼譯好 Condalini 總之我查字典 他說譯做生命力 通常我們相信是由底輪升上來 好像兩條蛇 沿著你摘上去的能量 甚至乎沒有Trakra 沒有輪位 沒有輪位 沒有輪月 OK 沒有輪月 即是我們這些中醫 那些很多能量療法 就走在一旁 我正在想 基本上如果他們這樣說 即是真的他們說 他們基本上是反Newrace 很反 那一早我們應該請他們 幫我們錄那幾集 Newrace的吊詭 不過這樣說 因為Michael Hahn 他翻譯這些 是很brief的 逐個point說 但是他背後的觀點 角度是為什麼他這樣說 就沒有說清楚 所以他是不是說沒有就是沒有 是不是真的沒有天使 就是沒有天使 如果你問宗教界 我想古卷都會說 是沒有天使這家 所以我們又不能夠盡信 因為不知道他那個 但他那個沒有的意思 可能說並不是我們的理解中 是的 例如 沒有第三眼 他說 我也是這樣想的 還有我有時候會想 會不會其實這段 又是好像之前Billy媽媽那些照片 有些資料是專門是矛盾 然後滲了進去 因為Billy媽媽媽曾經寫過 這麼大疊的東西 其實你突然撕不踏下去 他很多年 你突然要想 他都未必是100% 這些是我寫的 還有也有些會有conflict 我待會再說 是 他說如果你留意到中醫 我們說月位 但是你中醫的月位 有沒有說chakra 有沒有說倫月 是沒有的 有沒有說Chandelini 是沒有的 還有他說 為什麼沒有神沒有聖 其實一個人過世 即是你往生死了 那靈魂就出了竅 你會發現 那個人的靈魂出了竅 他不會一出竅之後 他就說 嘩我現在知道了整個宇宙秘密 甚至乎我已經知道了生命的秘密 是不會的 是 亦都不會 其實那個人死了之後 靈魂出了竅 你只是一個帶著這一輩子的知識 的一個靈魂 然後你回到你不知道哪裡 我經常有個概念 當我死的靈魂 如果真的回到天界 所謂一個光的tunnel 然後回到所謂的傳有 然後感受到 我是跟神 或者跟宇宙已經合一的時候 我經常覺得 那個位置 我應該是達到全知的狀態 因為我是回到本源 詳情請大家可以再聽 我們跟Isaac所錄的那集 《與神談生死》 然後詳細講到 他應該沒有那麼 他有很多個 怎樣說呢 很多個level的 如果我們可以用這個 Dr.Michael Newton那本 靈魂的旅程來做個參考 其實靈魂走了 你離開育體之後 其實你只是回去 見你的朋友 假設我們是同一個靈魂族群的 Isaac 中原 何世 因為在一個沒有時間的狀態 假設我先走了 我走了之後 我的靈魂就出血了 我去那裡 其實你們已經在那裡等著我 哦 因為沒有時間的關係 但是那個情況又似怎樣呢 就會是 我們回到一起 然後大家就 喂 你這輩子搞得怎樣 你那次不跟劇本玩 你搞什麼 你又失去了什麼 你又失去了什麼 你沒有學到東西 你上世已經是這樣的 而且你前三十世的時候 你也是這樣 搞什麼 但其實我們不是太大分別 不會說你直接去到源頭那裡 是沒有去到的 他依然有很多個級數 所以他在這裡就說 叫我們不要希望有一個救世主 來打救我們 是沒有的 這個我們經常都說的 是的 而他也都 皮瓦人對於這個輪迴的概念 他們是很信恩果的 但他們的恩果 跟我們佛家 或者密宗講的恩果是不同的 即是說 Paris Hilton 和希特拉 和誰誰呢 和Bill Gates 他們死了之後 即是為何這條命會這麼好呢 是不是因為前世做了什麼 而我們這一世做的事情 是細細結帳的 不會說 今世我打了Peter一巴 然後下世 Peter遇到我 又無端端蓋我一巴 皮瓦人是不信這一類的恩果循環 即是輪迴的報應 這裏真的相當矛盾 跟我們一向慣性 這個業務系統跟我們現在很不同 會不會只是在說 在七子每星系 他們的輪迴系統 每個星球有些少許不同的差別 即是你打派都有不同的 他這個我覺得可以 從另一個角度看 就是又是看回這個靈魂的旅程 即Dr. Michael Newton的那個看法 他說其實 不是Karma 那個概念 好像不一樣 正式是怎樣呢 就是我和Peter約定的 Peter今世我做你老婆 假設 那你就做花心那個 然後我就做 victim那個 那你就外面有很多女人 然後我就被你拋棄 然後我就要 experience 被人拋棄是怎樣的 被人拋棄是怎樣的 然後我自己養大七個子女 然後下一輩 我們上回去靈魂的旅程那個地方 我們的會議廳 那就是 喂 幾好玩 原來 victim 是這樣 下次到你了 那我們下次又會相約 大家會玩那個 role 但這次反過來 我做老公 你做老婆 然後你就會 這次輪到我扔你了 那你就好啊 這次你扔我 然後我留下你七個子女 然後就輪到Peter去體驗 原來被人拋棄是這樣的 原來是一個人含身如虎 養大七個子女是這樣的 其實只是一個角色的交換 無論是蓋人那個 或者被人蓋那個 而不是一個懲罰的那個concept 其實我們 我們一向在節目裡面 講到那個業報系統 都並不是一個懲罰的一個系統 但你剛剛講這個版本 就似乎就是當事人自己有個 很主動的參與權去決定 我下一輩要玩什麼課題 所以就會在什麼課題裡面 我會扮演什麼角色 但如果我們一個比較 我會覺得是宏觀一點 再宏大一點的業報系統裡面 就說不是我去選擇的 而我可以選擇要經歷這件事 但是我扔了什麼能力出去 我下一輩一定都要經歷 不是說 Sorry 我不再玩了 那就斷了尾了 但如果根據Micro Newton 你是可以這樣玩的 可以斷尾的 我打了你一巴掌 就不是說下世輪到我打了你一巴掌 那不是的 即是無論它不是一個懲罰 你可以說 但我不想要這個體驗 因為如果 因為如果你不能選擇 我今世被掌握你 你下世一定要掌握我 那不就是一個報應 或者一個懲罰 那個報應不是因為 有一個道德標準 說是對還是不對 而是因為 如果我們想了解 那個所謂的宇宙一體感 就是原來大家都來自 同一個本源 那我就有一個 基本的宇宙運作法則 就是說 我向任何其他生命體所做的事情 其實對方感受到的事情 我是會感知的 那我才會最終可以感受到 什麼叫一體 我打了Custin一巴掌 原來我最終都要感受 給人打一巴掌的感受 不是因為我錯 而是我要感受 原來當時我打Custin的時候 他的感受是這樣的 那我就明白 原來我和Custin是原子一體 是的 我的理解是這樣 是的 是非常對 只不過不同的是 他是有選擇 是的 你依然是可以選 我都是不想要那樣東西 但是因為那個 譬如我蓋你一巴掌的時候 那一個的因果在我身上 我carry著那樣東西 那你很少會說 下世就 通常那些人都會說 那我要做另外那邊 才會平衡的 是 但是是不是一個 但你就不是一定要被你蓋 我不被你蓋 那我又想問 如果是我們有權選擇 我扔了出去的東西 回不回來的時候 就是我扔了一個回力錶出去 我有權去 原來可以截著回力錶 不去飛回我們的時候 那這個怎樣去理解為一個 一個因果而報系統 那問題就是 你用那個比喻 是回力錶 這個比喻就是解不了 因為它是我們的宇宙 是完美的地步 是沒有懲罰性在 不是 因為我經常自己理解 就是說 你是可以選擇 不選回來的 但是因為 因為那個 那個 宇宙的法則 以及因為你的感受性的問題 我覺得絕大多數的靈魂 就是會選擇 我要同一個感受 是回到我身邊的 是的 所以呢 就變了有一個情形 就是你可以選擇 不是 但是實在 所有的靈魂 絕大多數都會選擇 是的 那下一個問題就是 當我們是 預了是 就是當是理解 真的有可能是選擇 回力錶不回來的 那下一個問題就是 我們用什麼形式去決定 是不是說我這一輩子在 有意識的就 喂我現在打卡成一巴巴 不過呢 我決定呢 我不要經歷回被打這巴巴 是不是就是這樣 我們有意識地去決定就可以的呢 不如我舉個例子 根據 無緣無故講了這個靈魂的旅程 那根據這個靈魂的旅程 那個Dr. Michael Newton 他做的個案 其中一個個案 就是有個男人 就跟他的媽媽一生他 就已經走了 就把這個寶寶 就放在一個教堂那裡 就被人領養 那他一直是因為這件事 就是為什麼他媽媽會生他 不要他呢 那他就非常生氣 就是成年了之後都很生氣 然後透過去做這個催眠治療之後 他就發現 原來他自己本身 是很多世之前是一個皇帝 而這個皇帝 是有點刮這個文枝文膏 而他媽媽就跟他玩對抗 那他媽媽就踢爆他 說你不能夠這樣做的 但是根據當時的法例 因為媽媽 就算是媽媽都不能夠犯上的 因為他是皇帝 所以他就在一個很不情願的情況之下 就把他媽媽判死刑 殺了他媽媽的 那他做的動作對不對 是對的 但是這件事令到他裡面有個guilt 就是為什麼他不想辦法去救到他媽媽呢 然後接著去到今一世 他媽媽就是做那個角色 就是關掉他之後 就擺在教會門口那裡不要 那他就明白他們有個恩果在那裡 但是這一類的恩果就不是代表 他就說你那一世殺了你媽媽 就是play你媽媽 應該這樣說 play他媽媽的那個靈魂的角色 然後接著這一世 這個靈魂又回來又跟他玩回頭 就是我殺你一次 就不是這樣 那這個我一向都不是這樣理解 因為最重要的是 上一世他殺了他媽媽 他有個內疚感 是的 他是那個內疚感形成一個種子 他要經歷那個內疚感 帶來那個平衡的感受 是的 我們剛才說了兩個層面 兩個版本的理解 一個就是你有權去選擇 會你不要回來的 一個就是比較傳統一些的 就是說我們不能選擇的了 但是都應該要經歷的了 那究竟哪個版本你要buy呢 自己決定了 是的 但是根據 就是要賣完廣告就是 大家可以聽回Edgar Casey說 輪迴那一集 其實可以對比回那些輪迴系統 其實是很相近的 只不過大家用了不同的詞彙 都是講來講去 其實你是可以不選擇那個恩果的熱步 但是只不過說 因為久而久之那種情緒 還有那種靈魂的選擇 你會選擇是同一個樣子 同樣樣的情形回到自己的身體裏 是的 還有因為我們在世界那裡 我們就會選 譬如說我們現在 有人問我 Essa你下輩子想做什麼 那你當然選一個很棒的角色 名利拳 不用捱 是吧 但是在靈魂的層面不同的 但是有些時候很有趣的 在靈魂的層面 我們會開放一些 譬如我們可能會選擇一個殘廢的人 或者是被人被交通意外車車車 或者會做乞丐 但是有些時候 有些靈魂會受苦太多 就是我真的不想做人 但是我們那些在上面的那些叫做靈魂導師 是會哄我們下來的 Anyway我們已經查得很遠 我們回去皮亞人的主題了 說了一句 那我覺得呢 剛才不是說有權去選擇那個因果業部運作 系統怎樣運作 那我覺得大家要了解 不是我們坐在這一刻 我們的意識決定怎樣玩 在一個深層的靈魂層面那裡 因為大家可能會誤解 我現在決定了不經歷因果業部 我到處去殺人打人 然後就去掛人家的錢 我打算不會有業部回來 大家不要拼搏 不是這樣運作 就是我 你就不會這樣拼搏 因為現在大家只是在說一些概念 沒錯 我們節目的聽眾都不會這樣想的 沒錯 所以大家打算對我們好一點 最重要 皮亞人 OKOK 回來了 另外就說到 皮亞人也說到 其實很多這些所謂 人們說自己是聯絡者 或者自己被人打過 大部分都是假的 因為其實他們不會亂鬥我們 還有一件事 他們開始去勸告的說話 就是他們勸我們不要碰毒品 因為毒品是令到我們沒有辦法 可以在靈性上提升 是的 這個很明顯 而且也要我們準備好 小心地準備 將會有一些外星人 一些很有惡意的外星人 會來攻擊我們 但是這個不會是近的事情 即是不會是這幾年的事情 都會是遠的 還有這班人不是小夫人 哦 還要不是小夫人 對 說得明不是小夫人 對 說得明不是小夫人 但又沒有說到哪一班 他沒有說到 可能說得太明顯 可能令我們害怕 既然他說是遠的未來 那就不用害怕了 是 但是這件事發生幾十年前 即是他說不用害怕 不是近期的 剛剛好我們說的時候 明天就是了 明天也是 你放心 DVD不是很久的 都是最近的 你想DVD的內容 那我也放心一點 那我們高床軟枕 高床軟枕多了 但我們曾經有說過 對於外星人 尤其是高級的人 他們是時間症 相當混亂的 是啊 即是在他們的半秒之間 都說我們是不久的 是將來的 然後他說快快 原來是四百年後 所以其實他叫我們不用擔心 因為我們其實宇宙的系統 是很漂亮的 而我們其實很多的兄弟姊妹 在很多不同的時空 是照顧著我們 他說有一個高級別 我想類似 不知道會不會是 類似銀河聯邦那類 很敏感 很害怕 大家想回去年的事 不用太擔心 但我們要擔心的事 其實反而是 我們地球本身的問題 因為有些 我們解決不了問題 即是說 有一班外星人 用一些很高科技 像Tom Cruise那一齣 的強戰世界 你想我們怎樣 爛片 你想我們怎樣 但是我們有很多事情 我們可以做到 他亦都說到 其實這些金字塔 金字塔 其實已經有 起碼七萬三千年的歷史 七萬三千年 即是我們在說 埃及那個 胡夫金字塔 各地不同的金字塔 其實是非常老的歷史 而這些金字塔 是做什麼的呢 其實是讓他們的外星人住 如果萬一有什麼事 在一個地方 他們避難 和回家 即是金字塔 可能是一個時空的通路 對 就像Isaac 當時說的 The ancient The ancient secret of the flower of life 裡面的說法 其實是很老的時候 他也說到關於耶穌 因為Billy Myer 被譽為 其實他是全世界第七個先知 也都是明示暗示 他是耶穌的轉世 所以他對於耶穌的背景 他都知道很多 如果大家回到Facebook 看剛才我們說的那個網頁 不是網頁 叫什麼 祖群 是的 那個祖群的話 你會發現他們其中有一些紀錄 是Billy Myer 是去回耶穌那個年代的 是的 那他講什麼呢 其實耶穌的真正的名字 是叫做Emmanuel的 那個串法就是 J-M-M-A-N-U-L-E Emmanuel 而是不知道去到什麼時候 才改了名字 叫做Jesus 其實Jesus 也不是正式的讀法 應該叫做耶穌 那樣的 他說耶穌的父親 其實是Gabriel 其實他在十字架路真的死了 基本上他沒有死 而且是去了印度 而在印度這個地方 是成家立室的 也都是娶了一個女人 是這個印度女人 就不是我們 有一些某一些古卷 說他娶了這個Mary Madeleine 是 後來去了法國 是的 即是根據這個 即不是這個大Vinci哥的版本 即是根據大Vinci哥的版本 而根據Billy Maya的版本 就是他其實娶了一個印度女人 而是去到105歲 至到82歲 才是這個 袖中正寢的 那就是他有一個兒子的 嗯 但是無道有偶呢 在這個世界各地的 所有不同的外星事件 個案裏面 即是我當時就很搞笑地覺得 每一個不同種類的外星人 當西方人一問到他 你跟耶穌 或者說到耶穌的時候 即是十個有九個都說 曾經是跟耶穌那個年代 是有關聯的 那我就突然想 嘩沒理由的 個個都說自己有份 這麼搶手的嗎 還是耶穌真的跟了這麼多人 即是我不同種類的外星人 真的有聯繫的呢 即是這個時候 變成一個很大的疑問 即是他食客三千 其實那三千 他全部都是外星人 是的 其實不奇怪的 因為在靈知的說法那裡 其實耶穌是第九位度那裡來的 哦 而這個空中掌權者 其實是第七位度那裡來的 嗯 而Christ這個意識 就是十一位度那裡來的 哦 其實是分開來的 明白 所以其實耶穌是做過什麼事情 或者他之前是有些 有些人說他是人 有些人說他是神 有些人說他是人神 其實也不奇怪的 嗯 嗯 是的這樣 好了 這就沒有理會了 因為到了耶穌這個位置 比較敏感之外 很難說哪些是真 哪些是假 對 要不然就是三百個貼文出來 爭吵這件事 哈哈 那好了 不如我們說一下 Billy Meyer 對於現在這個社會 叫我們有什麼勸戒 好嗎 好 其實他基本上已經有無數無數的語言 已經完全靈驗了 而且準確度高到難以自信 然後跟著他說 甚至乎耶穌的年代 Emmanuel 自己本身也有很多的語言 是說這個世界的東西 都是已經靈驗了 嗯 已經靈驗了 我們不用說了 我們最令我們關心的就是什麼呢 有些什麼東西是會發生 而他覺得是會發生 即是我們可以改到的呢 因為他把語言 即是這個prophecies 和這個predictions是分開的 嗯 prophecies是什麼呢 就是一些語言 就是會發生 那既然是語言的話 即是說我們依然可以透過我們的思想 我們的行為去改變的 嗯 例如地球的命運 是 但predictions就不同了 predictions呢 你中文會怎樣譯 一些推敲一些估計 是的 但predictions呢 是不可以改變的 即是說我predictions了它會發生 它就一定會發生的了 對 就不是憑我們的心思意念 或者我們的行為 什麼轉正念 可以令到它 即是不發生是不行的 是 即是等於我們建了這麼多的核電廠 那predictions了 你一定是有機會會核事故的 這樣東西是不能改變的 接下來我來講的話 可能有些震撼 那大家當作資料參考 那不要太認真 不要在那裡爭辯了 這也是今集節目 最值錢的部分來的 哈哈哈哈哈哈 OK好了 那它有些事情是無可反駁的 那它的準確度是會怎樣呢 那有些事情將會發生的 例如英國是會倒下的 即是會抹落的 嗯 是的 那另外呢 就在歐洲來講 這個伊斯蘭 即是這個回教的極端組織 是會佔據了整個歐洲的 嗯 那其實這個 這件事都非常之有機會發生的 你唱得像這句 其實 Exactly 就是那些Islamic 即是這個伊斯蘭 伊斯蘭教的extremist 那些極端分子 極端分子 其實去看很難以置信 是的 我給你一個實質的資料 你就知道是非常之有機會 是會成真的 嗯 因為每一個民族 其實它的生產 即生子女 一定要起碼是2.13% 哦 即是說每兩對夫婦 不要說兩對 每200對夫婦 要生213個小朋友 你這個民族的文化才可以 可以繼續傳下去 是的 但是在歐洲整個地方 不同的國家 一般來說 平均是1.1多 1.34 所以基本上歐洲 這個這麼漂亮的地方 長遠來說 一定會失敗 即是會失敗 哦 這是在講一個長遠的人口的 那種叫什麼 那種趨勢 而不是說是他們 在某個戰爭 或者經濟層面上 是去成為霸主 不不不 我剛才在講的是一個資料 但是他說這個句子 是有你剛才說的意思的 即不是一個很友善的 一個number的交換來的 哦 明白明白 因為回教徒 平均一個family 是生八個的 嗯 所以現在在歐洲來說 是越來越多 你看到一些回教學校 回教子 那樣 那你歐洲的民族 你生一點多 因為歐洲人不肯生孩子 嗯 但是你回教 不斷生 其實你看到不用一百幾十年 基本上歐洲那個 那個人口的 population 都會變成伊斯蘭是主導的 明白 因為歐洲人那個 相對教育 是比較完善 還有他們看到 公平 世界那個趨勢 他們會很多時候 這些比較高薪 或者是比較中產一些 他們會選擇不生 那你相對上這個其他的地區 他們因為宗教 或者本身的民族系統 就會不停地生下去 是啊 所以這個不奇怪 那第三樣 就是法國 伊朗 土耳其 挪威 瑞典 瑞典 是會成為了這個 蘇聯 Russia 的這個 其中一部分 蘇聯 蘇聯 但已經沒有了 俄羅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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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度崛起了 是 被侵略 變成了他們的一部分 你說到這些 只是這兩個項目 我覺得很難以想像 不奇怪的 我二十幾年前 在這個土瓜環 去算命 說的是二十四五年前 那個算命先生很有趣 他跟我說 他說了很多 其中一件事 他就說 歐洲 德國 東德和西德 是會在一起 一個普通的算命佬 他都說到這些 他還說了一件事 就是美國 是會成為了中國的一部分 所以我想 以後的世界 變得我們可能真的 招架不主 我們繼續下去 第一 他就說了英國會沒落 會科 伊斯蘭 然後發覺 第四件事 可能大家都猜到 不是我說的 是這些皮亞人說的 就是 天主教的教廷 在兩個教宗之後 就會有科 即是倒閉 但是你說這個資訊 是今次的DVD說的 是的 即是近期 我整個DVD 我來來回回看了四五次 他這一段 你這樣說 其實是 他說還有兩個 剛剛已經有一個下台 即是說 再這個再下台的話 就完了 就完了 嗯 但是這個也是 皮亞人看到 我們地球宗教的一個趨勢 因為他們 皮亞人覺得 宗教是一個 阻礙我們的 靈性發展的一件事 而不是幫助我們成長 完全贊成 我這個 是 你這麼快搶了 我想說一句 太贊成了 可以嗎 可以 可以 好了 去到第五件事 就是法國和西班牙 是會打大仗的 嗯 不知道什麼原因 總之他這樣說 然後下一件事 跟我們有關 就是中國會發動這個攻勢 是打新德里 即是新德里 是 新德里即是印度 嗯 會打他們的 是 好了 最後一件事 大家都非常不想發生的 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戰 是會發生的 哦 OK 即是說這些 是不能逆轉的 一定會發生的事 是的 不可以逆轉的 那他說 所以他也有說過 其實地球的人口 是會沒有了三分二的 現在你說這些是 prophecy 還是predictions 這裡是已經 都是prophecy prophecy 所以他說好消息就是什麼 這件事 對資料呢 是可以逆轉的 可以轉變的 可以轉變的 是的 那他說第三次 可能 第三次世界大戰 是會突然間發生的 是會有四個 他說四個 four heads of states 有四個州的頭 死了 嗯 但是什麼 states 是不是指美國呢 他應該指美國 Heads of states 應該是國家元首 是的 但是因為他說那個人 是美國 我不知道他是指 一個Heads of states 應該是國家元首 他說四個國家元首 死了之後 就會七日之內突然間爆發 第三次世界大戰 嗯 嘩 如果沒有這麼說 可能突然發現 那四個國家元首 是被有計劃的刺殺 那真的是 那真的是世界大戰 是的 七日之內會爆發 嗯 OK 那但是呢 大家聽了這麼沉重的事情 OK 好消息就是什麼呢 第一是有希望的 嗯 第二就是他只是說 Prophecy 不是一個Predictions 所以是可以逆轉的 那他說呢 逆轉是怎樣呢 第一就是我們很多事情要做的 就是大家不要希望 他不斷重複一件事 就是你不要希望有人打救我們 嗯 不會有外星人來打救我們 不會有天使來打救我們 不會有Ascented Master 那些中文字 揚升大師 揚升大師 不行的 他整個地球的那個文化 整個成長 是要我們自己自負盈虧的 嗯 這一點我們已經在很多集中 講過很多次了 是 所以非常適合的 是的 那他說希望在哪裡呢 有趣的那件事呢 我也非常開心 就是這個 Women of the Future 哦 女性的時代又再回來了 是的 他說 有些叫True Mothers of the Millennium 就是這個千禧的真正母親 她的Mothers是有中數的 就是說不止一個 是的 那他說呢 將會有一群 叫做True Mothers of the Millennium 即是怎樣譯好呢 千禧的真正母親 他叫做孤且 就會開始會掌管我們地球人類的命運 挺好的 這個母系社會再出現了 是的 是的 而呢 看完雨晨對話之後 我經常都很希望這個時候再回來 其實呢 講一點題外話 你想想 其實女人掌管 當然 可能短視未必有男人好的 因為女人始終比較小器 還有我們不懂得掌管 因為我們在我們生命的歷史 我們沒有試過做一個大的元首 大的Leaders 現在開始的趨勢是這樣 但是一件事就是 當女人掌管的世界 你都可以肯定 殺戮少很多 我們女人一定要確保 大家全家家家都有飯吃 還有我恨你 我不會燒掉你家 不會的 最多爭老公 但是女人那個 始終不同 最多爭老公 這個很精靜 剛才一個人不覺業 這句差點 你聽聽 歷代以來最惡毒是誰 慈禧 還有誰 數得出 但是女人始終有很大的母性 我們要保護我們的家園 保護丈夫 子女 小朋友 第三次世界大戰 如果是女性主導 就會整班女性 各界各家搶老公 我這個位置在等著你 一定會說這個笑話 給他機會理想 這個位置實在是太不說 說不可以 我記得很多年前看《無線》 有出劇集 援門女將 說那些女人欠老公 我聽過最惡毒的那句就是這樣 是呀 我是喜歡的 我搶她回來 搶她回來才扔得好 是 我們總之一說到女性 就起碼沒有那麼多殺戮 而且有些事是比較容易商量 甚至乎女人真的搶完老公之後 你看到另外一個女人在哭 都會走過去 算了 不要哭了 我還給你了 我們快點說回正常 我們去女性主義的位置 好了 他說這一班千禧的真正母親 他將會掌管我們地球的命運之後 就會創造一個世界 沒有恐懼 沒有憂傷 還有沒有任何的受苦 戰爭 而取而代之的 就會是和平 自由 愛 和諧 還有是 各與各之間 文與民之間 就會很合法地和諧地共處 聽起來很好 是的 這個是有機會的 希望這個有生之而可以看到 是的 是的 但也要我們小心 萬一第三次世界大戰爭發生 又會有什麼發生呢 那就大劑了 第一 我剛才說了 三分之二的人口會滅絕 還有 那些輻射的污染 幾千年都沒有人可以清理 地球會變成一個住不了的地方 還有那些基因改造的怪物 那些奇怪的東西 將會變成很多惡夢 是的 再加上很多K型的K胎會出生 因為是輻射 還有會產生大量的病 是沒有辦法醫治的 就會像我們平時看電影的 沒有什麼正常的人出現 那些狀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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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你這樣說 我已經幻想到那個世界很沉重 是的 我已經不敢再想像 是的 所以他告訴我好消息 就是我們會有這些千禧的真正母親 會出來掌權、掌證 其實剛才這些預言 都應該是由一些不同的時間線衍生出來的 譬如你說千禧的母親那個 很明顯是一個比較光明的時間線 第三次世界大戰那個 是比較黑暗的時間線 而兩個都有可能發生 至於走哪條時間線 就是我們決定的 重點是否這樣 接下來就講解決方案 我們有什麼可以做到呢 第一件事就是我們要控制著 某些東西 例如伊斯蘭的那個狀狂的恐怖活動 這個一定要控制 第二就是其餘的恐怖活動 伊斯蘭是一樣東西 那些叫做fanaticism 就是一些瘋狂主義 極端主義 極端主義 另外就是其他的恐怖主義 狂熱分子 對,狂熱分子 第三就是美國的政治 美國的政策 他就非常之提議 叫美國的政客 麻煩你們不要再去干預別人其他國家的政治 因為美國經常是干預別人的軍政 是煽動人來打仗 搞人來一鍋抱的 還有他說 這句好笑的 是叫美國施聲 to act as a world's policeman 就是叫這個美國 不要再扮演這個世界警察的角色了 因為其實他們自己是非常之有私心 還有他們根本就不公正 是的 那就要他停止去干預 或者激起其他國家的軍事的對抗 嗯 但是這幾年是比起以前美國的外交政策 這一兩年是很明顯的 對於這個政策方面是有收斂度 以及一改回以前的態度 即是他們對於好像以前那樣 是不斷地煽動一些軍政府 或者其他人去政變 然後從中拿利益 現在他們相對上沒有做那麼多這些事情 因為他們發覺那麼多年發覺 那種的反撲是他們覺得 還有那個形象是很大打擊的 是的 那好了 然後接下來他就給了很多提示給我們 講到這個生存之道可以怎樣 他就說我們一定要明白 在這個世界這個宇宙 是有一些永恆不變的定律 例如是可以透過改變我們的思想 透過改變我們的行動 是可以達到一些東西的 OK 還有我們需要去確認皮瓦人的準確性 因為他們那個年稅 即是他們是有幾億年的 即是他們很久很久的經驗 即是在地球的宇宙上生存了很久 所以他們的智慧是很值得我們參考的 他們當然會提示我們去聽他們的說 這樣 好了 接下來我就會講一些叫做 core principles 一些核心的原則 核心價值 核心價值 核心原則 核心價值這個詞會真的爛了真 所以他給了很多資料給我們 因為他說接下來 其實我們的地球命運一定在我們手上 沒有人會幫助 所以我們需要知道我們怎麼做 地球命運是靠 即是 他講這個核心價值 在我說的時候 可能大家都會問這個問題 就是 這麽基本的東西 為何還要說呢 就是因為人類有一個特徵 就是這個只說不做 小光隧道 是 還有 我沒想過 這個人一間彈過來 真的 接不到 厲害 即是連來我都突然沒有想過 嘉賓做個懶惰 真的 哇 你真是殺我們措手不及 原本我還想說 在核心問題的核心 最核心那裏 我這個位置還沒出 是讓你說一句這樣的東西 真是鬼馬 好了 可以來了 我們核心價值 第一 其實我們一定要放棄一些 Sorry 再來說 其實我們有些放棄了 一些真正的永恆 和道德的價值 我們是需要重拾的 很多東西是知道明知 但是我們沒有做的 第二 我們有很多是一些錯誤的追尋 比如說我們喜歡看電視 或者是看一些 某一些新聞 但是我們 又不懂得分它真偽 真還是假 很多人用太多時間去看電視 追劇 打遊戲 另外就是 其實我們很多人 第三點就是 我們放棄了個人的責任 這件事很棒的 大家有看過《寧極限》 有 《寧極限》的第三本 它是說其中一件事很棒的 就是責任 他說我們想生命好 想世界好 想整個地球好 我們要負全責 什麼叫負責任呢 就是為什麼會有雷曼兄弟的事件出現呢 就是因為我們覺得 這班人很相信一個 政府會搞定 我們不用管這麼多 變成我們就不會去看 到底背後發生了什麼事 而是知道雷曼這個事件 和次案的事件 其實是有很大班人知道 有什麼事情發生的 如果大家有看過 他們說出來的叫什麼 Inside Job 是不是叫Inside Job 是說這個金融系統 但是Inside Job有偏頗的 是嗎 他只是說了事實的某一部分 但是很多人其實是 對於這些事件 我們是不理的 變了我們因為放棄了我們個人的責任 就加強了一些不合格的領袖 他們去帶我們 我想如果大家看看香港現在的情況 就非常之明顯 是 其實這些事情 到真的領袖要出來說話 那些人不知去了哪裡 物資人經常說 有了領袖就交給領袖 沒有想過自己 其實是可以成為領袖 亦都是一份之來的 那他個人的事情 他就說 真正的改變 其實呢 真正的改變不是來自上層的 真正的改變是來自下面的人 什麼叫下面的人 就是基層 或者是來自每一個獨立的人 即是我們每一個 甚至乎 我們是需要帶領那些領袖 沒錯 即是說你不要再預期 那一班人 或者他是工聯會 什麼會 然後你預期 他們會有一個很完美的答案給我們 然後解決了很多問題 因為這個問題的背後實在是千絲萬縷 那是反過來是 你那些由 即每一個獨立的市民和他們的基層 去想回 去教他們的領袖 其實你們應該怎樣做領袖 對 就等於我們說消費者責任 你不要想著那些商戶 或者怎樣 你們可以靠發聲令到它改變 其實不如你用你自己消費者的力量 你用錢去幫助哪些商品 或者你想要什麼服務 或者那個trend是怎樣走的 你盡回自己一個給錢的時候 你的責任 譬如一些我很不喜歡有的健康的食品 或者一些非常差的食物 你不要敗去 你夠多人的錢去一些健康 或者有機的產品的時候 那樣東西 只能令到有錢的那幫商人 他們就會走去那個方向 沒錯 贊成 最近有兩部電影 就是講食物 Food Inc 食物工廠 是不是叫做中文 其實他就開始講 其實我們是要做一些事情的 Caxton剛才說的就是完全正確的 就是你不要賴外面有這麼多快餐點 你可以不吃的 另外就講另一個核心價值 其實我們每一個人 是要完全對自己負責任 又再說一次 他就是講什麼呢 這是講個人的 就是我們對我們的感覺 對我們的想法 對我們的行為 是需要負責任的 而是沒有人是會為我們負責任的 即是說其實誰對我們的快樂負責任呢 自己 即是說萬一在我們的生命裡面 有什麼不開心 有什麼感覺 各樣的事 其實我們要自己去清理 這個是不能夠拖延 即是不能夠蓋在地毯底 這個是我們個人要做的事 太適合聽了 是的 我們今集的時間已經差不多了 我們也緊接下一集 我們會同樣時間播放第三部份 好 我們就很感謝Aster 辛苦你了 我們也會在同一晚錄上去的 好 這集到此為止 拜拜 拜拜 好